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本来咱们设计的挺好 一段书就把这靖南王梗给啊 讲全了 可是呢 这话又说回来 这书啊 它不能删着讲 为什么呢 讲前面啊 您听不着后 讲后边呢 您又听不着前 咱们广讲热闹的吧 您又不知道 这热闹它是怎么来的 所以啊 咱们还得是按部就班的 一点一点的来 咱也别着急 为什么呀 说书聊天吗 您听不就听个故事吗 所以啊 咱们还得啊 忘全面了讲 讲完了老靖南王梗仲灵 咱们还不能啊 直接讲这个 小靖南王梗仲中 为什么呀 因为中间还隔着一个梗纪帽呢 只因为老靖南王梗仲灵 他不是好死的 属于是啊 畏罪自杀 所以说摄政王堆儿滚呢 就决定 不能让他的儿子 耿纪帽习成靖南王爵 先给他一个子爵的弦儿 让他呀 带着耿中明的旧部 先去广东 广西 福建 打仗去 在这期间呀 这耿纪帽活的呀 也是兢兢战战 为什么呀 他恐怕这朝廷啊 攥着这个靖南王弦儿 就不给他了 或者说呢 干脆 把你这一番啊 就裁撤了 谢天谢地呀 在顺治八年的时候啊 这顺治皇帝一高兴 就在那年的四月份 就让这个耿纪帽啊 习了父亲的靖南王爵 这会儿 这耿纪帽才输了一口气 自己呀 也成王子了 就在顺治十三年 耿纪帽尚可习 两番攻下了广州 这二位王爷呀 在广州城里 是比着建王府 一个比一个奢华 这广东一省啊 哪养得起 两只藩王的部位呀 于是啊 就有广东官员 上奏朝廷 现在驻守广东的二番王 也就是这平南和靖南二番 必须有一番呀 一驻外省 要不就呀 我广东一省民众啊 就得不吃不喝 才能养得起这番王 顺治皇帝一琢妹啊 确实有道理 于是就在顺治十七年的七月 让靖南王一支 一驻福建 首先呀 是驻防福建 其次呢 严守海防 为什么呀 因为这海的对面啊 就是台湾金门澎湖列岛 那个地儿啊 上边住的可不是清军 是一支啊 打着明军旗号的部队 首领啊 叫做郑成功 当然了 没几年啊 这郑成功就死了 他的儿子郑京 接替了他的王位 他们家的这点破事啊 咱们等到啊 平台湾的时候 咱们再细讲 在三番这段书里边啊 咱就不展开了 靖南王一支 一驻福建以后 这耿机帽啊 刚刚在福州站稳了脚跟 第一件要做的事啊 就是先在北京 把自己的儿子接回来了 哪个儿子呀 耿京中啊 就是真正参加了 三番之乱的 小静南王耿京中 那有人说 这耿京中在北京干嘛呢呀 嗨 其实您琢磨去吧 这是各勺各代的君主 为了携制在外带兵的藩王 耍得一点小心思 得留人志不是吗 吴三桂他们家留在北京呢 就是世子吴应雄他们爷儿俩 尚可喜他们家呢 留的是他的儿子 尚之信 那这靖南王一支呢 自然就是耿机帽的长子 耿京中了 这耿京中啊 在北京城里 住的年头 客室不短了 并且是足足蹦蹦的 一个少爷样子 圣祖爷呀 给了一个虚弦 一等旌旗哈尼番 在京师啊 赐了一套宅子 只要你不出城 是在北京城里随便折腾 并且要说起来呀 这耿京中是真有钱 他爸爸跟别的王爷可不一样 是在外捅兵打仗的藩王 这藩王一打起仗来呀 要是会搂钱的 那好办了 左手啊拿着搂钱的耙子 右手啊打开庄前的匣子 小手横滑了足搂去吧 大兵一到 人去无空 大炮一响 是黄金万两 那么这老子搂来的钱 那还不儿子花吗 于是在北京城里的耿京中啊 那是什么都缺 就不缺钱的 没过两年 到了顺治十二年的头上 这朝廷为了拉拢藩王 就把豪阁的女儿 和硕阁阁 嫁给了耿京中 这耿京中啊 一下子成了和硕俄妇了 回到福州之后 这耿京中认为呀 自个儿比爸爸强 是个吃过见过花过的人 而且本身身份又高 是皇亲国戚呀 于是就大张旗鼓的帮着爸爸建王府 那奢靡城都堪比紫禁城啊 您现在到了福州啊 还能听见老的地名遗存 您比如说吧 这个王庄就是当年的王府所在地 贺存巷就是王爷养贺的地方 巷园桥 巷园头 这些地方啊 就是王爷养大巷的地方 您瞧人家玩的宠物 嘿 再瞧瞧咱们 每年秋天啊 养一竹链算完事 哎 一共就养一百天 花费呢 大概其实就是十五二十的 直到康熙十年的正月 有这么一天呢 天挺凉 这耿鸡帽早晨起来呀 喝了口凉粥 吃了块凉白鼠 打了个凉阁 放了个凉屁 个儿搂 死了 顺理成章 这耿京中啊 作为长子 接替了藩王的爵位 所以呢 那就有了这小一帆的靖南王爷 那么这耿鸡帽耿京中 父子两辈子靖南王 镇守福建 这房屋做的怎么样呢 要说呀 一般 这会儿的台湾岛上啊 郑成功早已然 被他那儿子正经给气尿去了 靖南王啊 和郑氏啊 倒是见过几张 他无论是在水上 还是布下呀 都没占着便宜 总是啊 输多胜少 还好啊 这靖南王的军队 他倚靠大陆 军需后援 他还算比较扎实 所以说这福建防务呢 还算是守得住 平静的日子 总是过得很快 扎威尔的功夫啊 就到了康熙十二年 就在这一年啊 出事了 老平南王上个写 每年啊 都会给皇上写一封奏折 这奏折的内容啊 就是请求退休 当然了 这朝廷啊 也没准许过 可是不知道这一年 这康熙小皇帝啊 是怎么想的 一拍桌子 同意了 咱们先别说 这平南王尚可喜了 最先马转的 倒是平熙王 乌三桂 和这靖南王 耿京忠 因为这俩人 他不想撤翻啊 好去 归老流东 到那儿 我还养大象 干脆我也养竹链吧 我 于是就跟这平熙王爷 乌三桂 这俩王子一商量啊 干脆 咱们啊 也别先有异动 咱们先给朝廷啊 上个表彰 咱们啊 也请求归老流东 看看朝廷 是什么意思 到时候啊 再决定 是不是起兵造反 可是这表彰上去以后啊 二人就闪了眼了 因为这康熙皇帝的回复啊 跟回复上个喜 是一个意思 同意撤翻 这乌三桂 当然是第一个 就坐不住份了 救灾当年啊 就起兵反了 这耿京忠呢 他还有点犹豫 渗到了康熙十三年的三月 在乌三桂的强烈催促下 才起兵响应 乌三桂起兵 杀了云南巡抚诸葛志 记得他的大道旗 这耿京忠啊 倒没有 他把这个福建总督范成摩呀 给关起来了 这范成摩呀 咱们一会儿还得讲 他跟这耿京忠的死啊 有很大的关系 耿京忠就想啊 我这在福建一家造反 属于是人单是孤啊 因为那会儿啊 在隔壁省广东 上知信他们家呀 还没造反呢 所以这耿京忠啊 为了壮大队伍 一封书信 就请来了海峡对岸的政经 政经的军队一登陆福建 这耿京忠就傻了眼了 这哪儿来帮忙的呀 这完全是来抢地盘的呀 于是这小耿啊 也顾不上反清了 着急猛筐的驱赶正经 在福建的势力 到了康熙十五年的八月 别的叛军呢 还没怎么地呢 这耿京忠一支 先招架不住了 因为在北边 朝廷的平叛大将军结书 率领着清军呢 已然攻破了仙霞关 进入了福建 摧呼拉朽 势如破竹啊 一路上就取下了 蒲城建宁严平 大军呢 已经抵达水口了 眼看着前面啊 就是福州了 倒了没了 就在这时候啊 沿海地区 挨钳刀的政经部队啊 也是时常的骚扰 前后夹击 您想这小耿他受了受不了 于是这耿京忠啊 他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决定啊 还是投降吧 那么投降谁呢 是投降清廷的大将军结书 还是投降政经呢 哎 您别以为 他没想过投降台湾 其实啊 他早就预备好了大船 准备有朝一日 一旦兵败 好从海上出逃 可是啊 这千算万算啊 他不如天算 他的水师提度 轩换啊 其实啊 早就暗暗地投清了 得 这点船啊 算是贡献给朝廷了 也是为日后攻打台湾啊 提早做了点贡献 这这 这没退路了呀 只有向朝廷投降 一条道了 要说人家这 耿王爷呀 那还真是见过世面的 这投降仪式啊 玩得叫一个俏皮 就像当年呀 这秦王子英 投降汉军呢 一个意思 康熙十五年时的这么一天 这耿王爷呀 早早的就出了福州城 率领着福州城的文班武班 就跪在了官道的旁边 只见这王爷呀 头上也没有免留官 身上也没有这褶黄袍 光着身子跪在道边 脖子上挂个绳子 绳子上拴着他的总统将军之印 那无论是谁看了呀 那都能感觉到 这王爷是真心真意 实实在在的投降 不但如此 投降以后 这耿王爷立刻就转入到了 平三番的战争当中 配合着八旗兵 率军只取了上之信的老巢 广州城 这会儿的耿京中啊 他又抖起来了 朝廷啊 为了评判 保留了他的王爵 他就想啊 是不是这一下子 朝廷就不撤我的番了 我能勇守福建广东了呢 嘿嘿 这小耿啊 他算是想下了心了 说说两头啊 咱们各表一支 咱们得说说 这康熙皇帝这边了 大将军杰叔 向康熙皇帝作报 说这耿京中啊 又归顺朝廷了 康熙皇帝啊 连耿京中这三个字 提都没提 第一句话问的就是 范成摩怎么样了 皇帝为什么这么着急 问这范成摩的情况啊 因为这其中啊 他有两个原因 首先说啊 这范成摩 在做外人官的时候 无论是浙江巡抚 还是福建总督 官生都是极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么跟您说吧 通常啊 这个官 如果在百姓当中口碑好 在同僚当中啊 就不会好到哪去 如果在同僚当中 是个好人员啊 在百姓嘴里啊 这官他好不着 什么原因呢 这影射太深啊 咱就不说了 您自己琢磨起吧 是不是这马子事 这历史上啊 在民众当中口碑好的 全是孤臣 当年范成摩 卸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啊 为了挽留范成摩 浙江百姓上的万民伞 就自不用说了 浙江一省官员 给皇上上书 挽留巡抚的奏折 就有一百五十多封 不但如此 范成摩的上司 敏浙总督刘瑶奇 也上书皇帝 范成摩担任巡抚三年 爱民如子 茶半摊墨 格除弊政 深受百姓爱戴 这康熙皇帝心里知道啊 这范成摩那可是一等一的好官啊 无论从人品到官生上 没毛病 还有一点很关键 范成摩呀 是康熙皇帝的老师 康熙皇帝书法造一高啊 和这范成摩是分不开的 康熙皇帝在范成摩身上 授意非浅 在做外放官以前啊 这君臣师生 天天在上书房 读书席字 二人感情啊 是相当深厚 这杰书不好隐瞒 跟皇上说 这这这范成摩 被耿京中杀了 皇上说不对啊 不是被关起来了吗 杰书说 哎 就是在投降前几天杀的 很明显呀 是为了灭口 康熙皇帝听到此份回奏 我紧咬钢牙 没说一句话 挥了挥手 让杰书我先下去了 可是在心里啊 就埋下了杀耿京中的种子 康熙十九年 三藩之乱已尽尾声 康熙皇帝就把这耿京中 召进了京师 隔去了王爵 为什么呀 因为有人啊 把他给告了 说这耿京中啊 虽然归降朝廷 但心中还有谋反之意 那从哪体现出来啊 因为这耿京中啊 天天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上 他听信了 所谓预言家拍马屁的谎言 说呀 这天子分身活儿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活儿就是梗啊 取代天子的人呢 必然是他梗士 皇上说呀 你什么罪呀 我说了也不算 咱们有法管着呢 于是啊 就把这耿京中交法司审礼 要说了 这王爷哪那么好审呢 您别忘了 这耿京中的媳妇啊 那可是康熙皇帝的书贝姑妈 跟皇上他们家呀 圈套圈的亲戚关系 有私衙门 他不好下嘴呀 于是就只能一拖再拖 拖到了康熙21年争日的头上 这三番啊 已经彻底平息了 就在朝会上 给三番定性的时候 大学士明珠啊 就向皇上上奏了 说这耿京中 父恩谋反 罪过远大于上之心 这康熙皇帝想都没想 直接就回了一句话 没错 灵迟 得嘞这回啊 来了一个干脆 这耿京中和他的死党心腹 白显忠 徐文耀 王世瑜 一同被灵迟处死于西市 完了吗 没完 就在灵迟处死耿京中的时候 有一个人背了一个筐子 把耿京中这些零碎啊 背到筐里 直接向北 出了城 就去了怀柔 这人是谁啊 这人啊 就是后来做过福建浙江总督 左都御史 兵博上述 范成摩的儿子 范石虫 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因为他们家的祖坟呢 就在怀柔 范文成 范成摩都埋在了怀柔 他来自了 他爹的坟头 把耿京中这一条子一柳子的了 都挂在了他爸爸的坟上 直到晾干以后 被野兽闲禁才算了事 要不然说呀 这善恶到头终有报 这恶人还须 恶人魔 每日之后 就这个吟 那么多 常规模 我 看到了 天州 一样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